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个丁徒今天要给大家煮的这个鸡菜鲜虾 鸡菜虾仁饺子 这个味道它的优点好在什么地方呢 它这个鸡菜是相当营养的 它里边有体质 对人体有相当好处 比如贫血 这个跟那个鸡菜馄饨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个系列的 它是用鲜虾搅起来的 味道相当好 今天我们下给大家吃吃看 首先我们下一个 我们看除了鸡菜之外 我们这里还有这个叫精葱牛肉 还有韭菜鲜虾 然后 水呢首先要烧开 开了以后搅至下去 下去会要搅拌它 稍微搅一下 不要给它粘底 好 就给它盖一下 好 盖一下 开起来以后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是要大火的吧 对 这个时候用大火 等一下改正小火 OK 通常的话呢就是说 它因为冷冻的话呢 时间会长一点 可以等一下加点冷水 OK 滚的时候再加 滚了以后呢再加点冷水 冷水以后呢再给它蒙一下 这样反复的大概三次 脚子浮起来了 脚子的话基本上它能够抛起来了 这个线和皮脱开来了 脱开脱离了 OK 就熟了 就有点气一样的 就说明这个脚子熟了 真空了 我们今天呢还要做一个呢 豆腐汤 那个如果是全部素的话呢 叫文水豆腐 文水呢就是是扬州 有个和尚 那个康熙下江南的时候呢 他给它呢烧了这个汤 OK 这个汤的味道呢特别好 我们要用的料有 主料是豆腐对吧 你说是豆腐汤 用的料呢 主料呢有豆腐 火腿 笋 香钩 OK 如果是做给和尚吃的呢 这个和尚就不放了 不是做给和尚吃 是做给吃素的人 做给吃素的人 对 那个所以来讲呢 今天呢因为我们呢 通常餐馆的话这个豆腐汤特别好吃 特别鲜 我们用的呢是 胃全的 胃全的鸡汤 胃全的鸡汤 这个鸡汤 因为胃全的鸡汤呢是相当 那个牛酥的 这味相当牛 OK 原汁原味的 OK 这个鸡汤是相当好的 好 我现在饺子看看 饺子再饺一下是吧 饺子饺一下 好 OK 这个豆腐呢是相当讲究的 OK 切的呢相当细相当细 哦 用切成那种 哦 这个豆腐是要切成很细的丝是吧 对 切的丝 那个以后呢就是给它摆齐 摆得整整齐齐的 这需要点功夫 这个 在家里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刀工没那么好 切成准处点也不怕吧 也没关系 OK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么 好的功夫 刀工 OK 这个豆腐是切好的呢 飘正的水里 OK 一定要水里飘开 刀工了得 刀工了得 OK 那么这个辅料 辅料的话呢 就冬水 冬水我们今天用的也是 味全的冷冻的冬水 这个在北架超市 这个冷冻部都可以买得到 这种冷冻的冬水 是味全的 所以辅料也都一样 切成细细的丝 切成细细的丝 香菇也是这样 OK 香菇今天我们用的也是 味全的这种 干的香菇 然后我们从这个花菇呢 给它 用水泡划了一下 所以这个豆腐跟这个笋的比例 大概是豆腐一笋 笋丝和香菇丝呢 配下 这个冬笋呢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冬笋它速冻的 它还是保持了一定原来的 就是说鲜味 笋丝 香菇丝 香菇 香菇 偏一下 偏得薄一点 尽可能很薄 如果 刚才我讲了 所以这个可以做素 也可以做荤 对吧 放了火腿就变成荤的了 对 吃素的 通常我会 譬如人家 做做的吃素的话 我会给它就是说 全素的 不用再放别的 对 吃素的话呢 最后呢 不要用鸡汤 用黄豆芽 绿豆芽 煮出来的汤 这个冬菇呢 相当好 看着它发生很厚 对 它叫花菇 花菇 在北家可以买得到 这个为钱的东西 非常货任价实 好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火腿 火腿有什么讲究吗 OK 火腿呢 通常呢 用那个 维基尼亚火腿 因为在这里 美国维基尼亚火腿 火腿呢 但是 一定要就是说 像我们餐馆用的话呢 火腿呢 自己再加工一下 加工的话呢 通常呢 要风吹干 把火腿呢 包起来 最好呢 外边涂一层 蜜啊什么 挂一段时间 如果用中国那种 那种火腿可以吗 可以 但是 美国是不允许 那个中国的肉类进来的 实际上的 对啊 好 强度都切成丝 对 不用太多 掉个香味 可以了 掉个香味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好了 饺子熟了 水澡可以了是吧 对 好 好 好漂亮 这个颜色 你看里面是轻轻的 可能是个季菜的关系 哇 很方便 这个 卫泉这个树冻的这些水饺啊 包括一些馄饨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 卫泉的饺子啊 馄饨啊什么都很方便 对 而且味道 味道非常好 味道很好 对 我很喜欢它这个 它这个肉啊 什么叫 蝦什么都拌得相当好 对 用的材料都非常 非常好 哇 他们呢是不用味精基本上 如果味精要用的话呢 也是可以适量用一点 但是呢要巧用味精 呃 不宜太多 是 一定要 比如就是说 不能在锅里面煮得太长久 什么这个 切记切记 所以呢 这个水饺的味呢 太好 我们现在用的的是味泉鸡汤 原汁鸡汤 原汁鸡汤 味道相当好 它而且呢很简单 这样打开 放到锅里去 直接烧可以了 直接倒到锅里 好了 现在汤呢 已经基本上烧开了 嗯 开了以后呢 我们呢 就把豆腐呢 轻轻地 用这个瓢子 水沥干 OK 要小心 不可以把豆腐是 断掉 这个下去 下去的时候很小心 不要断掉 如果你要用罐头笋的话 那你就要就是说过水 这个因为是缩冻的 缩冻的笋呢 它是原汁原味的 它保持着原来的味道 所以化冻了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下去 而且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这个没问题 包括香菇也可以下去 火腿也可以下去 火腿都可以下去 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听说这个很多人这个 讲这个骨头汤不能炖太久 炖太久就飘零了 这种汤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你看这个汤是很清淡的 那个盐适当的可以放一点点的 因为它的鸡汤本身有一点味道 但是不够咸 因为它这个汤蛮多的 我们倒了几罐鸡汤进去了 那就大概要到这里 所以盐大概少许 OK 一汤匙左右 对 等一下呢 就这样很简单 就只要放盐 别的什么都不放 放胡椒吧 胡椒等一下放 出锅的时候放一点 出锅的时候放一点 那个 就等它烧开 勾个芡就可以了 这个汤很清淡 味很好 因为它这个香菇 是那个河菇 河菇这个香味呢 特别香 再加上 它的冬生的味道 也味道很浓 所以讲的这个味道很好 好 我们够一点芡 下去 要在水滚的时候够芡 水滚的时候够芡 好 芡 够好了就好了 稍微给它开一下就好了 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倒出来 放一点点胡椒粉 这是味全的胡椒粉 好 贝太多 好 淋一点麻油 千倍够的太厚 很清淡的汤 所以要放一点麻油是吧 对 放一点麻油就可以了 很清淡 我们今天用的是味全的纯麻油 大概要放多少 一点点 滴几滴就可以了 背太多 任何东西都背太多 好 可以了 几个麻油上去就可以 哇好香啊 好 麻油一点味很香 就可以了 这样 很好 又简单 又清淡 又好吃 在家里客人来的话 烧这样一个汤也很方便 我们这个汤里没有味精的 全部是靠鸡汤调出来的味 好 我们今天还有一道菜 对 今天比较特别 我们今天还有一道菜就是叫做凉拌山药 是吧 对啊 凉拌山药很简单 很健康的一道菜 相当健康 包括男女老少 都相当 做起来也很简单 太简单了 好 OK 这个山药 就把它的皮爆掉 是今天从百家超市拿回的山药 非常新鲜 相当新鲜 很好 因为山药是在中国来讲 是一种像中药一样的感觉 是吧 对 淮山的山药是最好 好 我洗一下 这个山药呢 爆好了皮以后呢 把它切开来好了 太粗了一点 因为我这个豹子没很大 这个呢 就用这个豹子给它爆成丝 等一下用水一冲就可以拌了 还要用水冲一下是吧 对 好了 基本上是这个丝 爆的差不多了 好 我们这个山药呢 撕呢 已经好了 尽可能不要给它断 长长的 OK 很白很好 那个 我们今天这个拌山药呢 相当相当简单 再放几根胡萝卜丝 胡萝卜呢 我皮已经爆掉了 切几根胡萝卜丝就可以了 切胡萝卜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 颜色 颜色好看一些 不要太多 胡萝卜也是吃生的吧 这个意思吧 对 这个胡萝卜丝就这样生的下去 很简单 就可以了 放一点麻油 我们今天 吃麻油 呀 放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简单 就是加一点麻油加点盐 连多葱也不要放 麻油要多放 就沉碎的麻油味 沉碎的麻油味 加一点点盐 少许 对 差不多了 这个盐不要太多 现在人多吃的比较淡 这只放盐跟麻油是这样 对 好 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就可以吃了 很简单 吃起来又脆又香 又好吃 黄瓜的话 我稍微微个边 丁苏这个功夫真的是了 稍微粘色一下 很简单 这个黄瓜一切五片 五片切好以后 一卷卷起来就可以了 点缀一下 就可以了 哇漂亮 张到小花在上边 小花的话呢 一拍就可以了 好 放到花 就这么简单 凉拌三药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丁苏我们今天做了 其实是三道菜 对 其中有一个 因为是水饺的关系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我已经有点惨了 吃一下吧 吃一下 我们先吃一下这个水饺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 内泉有很多种调味料 包括甚至包括这个水饺的 这个蘸料 对吧 蘸酱 我们看今天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 它叫柠檬蘸酱 那这个吃之前要摇一下 然后呢 因为这是有辣味的 我吃水饺喜欢有点辣 所以我们用它的这个sauce 好 而且味道好吃的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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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里面 鸡菜特别多 对 它就是鸡菜和虾肉 味道特别好 它跟馄饨又不一样 它跟馄饨做出 但是这个皮子是不一样 对 对 那个 它最主要是 这个包的时候 它的馅调得相当好 而且它调得相当均匀 嗯 味道呢 是从大部分客人的味 它好就好就在这里 大部分人喜欢 对 不咸不淡非常好 而且它这个皮非常Q 对 OK 你就趁热吃 它都是很有咬头的 非常 这个皮非常好 因为吃饺肉 我知道 因为我是北方人吃水饺 特别挑 对这个皮特别挑剔 对这个皮非常好 像手感的感觉 对 再加上这个味全的这个水饺的蛋料 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味道好了 是最小的故事 再来一碗豆腐汤 来 这个豆腐汤 来 试试看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 这个汤是用味全的鸡汤 刚才大家都看到 对 最主要是鸡汤的味 那个 什么东西 汤很重要 那么 餐馆都是也一定要用高汤 那么在家里 因为不会熬这么多汤 对对对对 用味全的鸡汤相当方便 只要一大打开来 价钱又便宜 嗯 相当便宜 对 那你多方便 只要一大打开来 而且这一烧就可以了 这还是一道工具 可以 不光是烧这个豆腐汤 什么汤都可以烧 好 炒菜可以用对吧 对炒菜呢 适当地放一点鸡汤也可以 都用高汤嘛 味全的鸡汤太好了 希望大家去购买地用 你这个 它放的这个味全的冬笋 跟这个冬菇啊 对 也很提供 味道相当好 再加一点的这个这个 这个火腿 哇 这个 它有相当的 多是原则原味的味道 是是 这个味道特别的 对 看起来就很清淡 你喝起来觉得很健康的感觉 对 汤的配料呢 里边呢 有豆腐 豆腐里边还有火腿 今天我们用了的火腿 嗯 还有呢香沟 嗯 味全的香沟 味全的冬笋 冬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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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冬笋 刚才都讲过了 就是说 冬笋的话呢 它有原则原味 鲜味 包持了原来的鲜味 原来的味道 嗯 相当好吃 非常好 这个山药是减肥的 一药了 所以我也要找 这个山药 而且丁叔说这个山药 很简单 太简单了 放一点点麻油 一点点盐 放一点点麻油 放点盐就可以了 嗯 就是这么清淡 我来试试看有没有味道啊 好吃吧 好吃吧 这个太清淡了 又好吃 保持着原来的味道 山药就切好了 就这样一瓣 我一开始一直以为 山药生吃会有一种味道 土腥味 一点都没有 一点没有 甚至有点甜味 对啊 又脆又甜 你不要用水去煮啊什么 嗯 就这样生吃 太好了 保持原来最原味 对啊 太好了 又简单 在家里客人来的话 这样嘟嘟嘟嘟 几分钟搞定 几分钟就搞定 嗯 太方便了 这个山药呢 对人类来讲的是 不惯难你老少 嗯 做到有相当好道 无可 尝尝见解 对啊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三道菜 就介绍到这儿了 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有个有奖问答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豆腐汤里面 用了哪几种 味全的食材 请您知道答案的朋友呢 E-mail给我们 我们的E-mail address 是itv.live at yahoo.com itv.live at yahoo.com 答对的前十位的朋友呢 您将得到一张 由百家超市提供的礼券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